我不知道有议员有比检察官还要大吗 这么一向不晓得是议员还是立委比较大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因为前男友林秉书失报案 两年前特权疫苗风波 42人名单意外曝光 其中后见政商人物名嘴 还有这个李纯被指示外交部次长 不过外交部已经否认 但有时会警咬高嘉瑜为一己之私帮乔疫苗 就是官说 第一个认证爆料高嘉瑜官说核心疫苗的人 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由议员来讲他当然为了要选举 他可能想尽办法要跟我 我想每个人也都想要跟我有所连结 看能不能有一些声量或版面 认为自己成为政敌博取声量的工具 高嘉瑜缩得酸 但有时会直指如果是选民服务 怎么是邦和新 是完全清清白白 只是单纯的选民服务 那我也没想到后续牵扯到这么多人 他所谓的关心医护选民服务 只针对核心 我完全不清楚林先生跟核心之间 到底是如何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协议 一个提供疫苗 一个提供特权施打 而高嘉瑜就是负责帮忙 瞧到疫苗 搞到疫苗的关键人物 只是高嘉瑜认为检察官已经厘清事实 自己是希望协助医护 产妇等根本是无妄之灾 他不需要去嘲讽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所谓官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过程中我觉得我们问心无愧 如果他的选民服务案都是合法合理的 为什么最后公务人员都会招殃倒霉呢 蓝绿两位明代互相攻击 已经平息的特权疫苗争议 再被卷入选举风暴 TV别的新闻 华绍平附订华丽品SN小组台北报道 要不要也祈求神明保佑 别再跟人有摩擦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董事长开讲高雄厂被取消 还惹火吴子佳 骂他把大选当综艺节目 耍大牌又不彩牌 问什么题目要怎么打 那刷风都瞧好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就真的看起来很假 因为那个并不是说 那一个被访问的人 他自己的想法 有人是更糟糕的是说 连题目都塞好还讲乱七八糟 谈话性节目 需要花十个钟头再对稿 这个出来不就是假的吗 那你干脆拿稿子出来念就好了 鸿海创办人郭台鸣花十小时彩牌 在柯文哲眼里失去真实性 但吴子佳抱怨 传赖约见面 拖了三天才回 你不能说 你寄一个蛋给人家 这人家一定要百分之百看到 我就跟你讲 我那个蛋里面 他五万通还没看 再参加董事长开讲的 我不晓得 老实讲一次就吓到了 累计五万则讯息没看也太惊人 但被奉过不了 左嘴吸引男 柯文哲说是事实会更努力 反而是国民党对手侯又宜 把民调老在第三名 归咎是太晚真招 行政首长他还是一个 有很重要的 很多工作 所以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 跑出去选举 如果你跑出去选举 那把你的主要的干部都带走 那就很清楚 像新北市一定陷入无政府状态 政府的消力一定出问题 这种东西是这样 一定会渗透 会渗透到地方去 柯文哲有不同见解 但既然自己身世上涨 就要趁胜追击 一二三 传立草屯办事处 宣示扎根地方决心 柯文哲加强入战之余 先靠一人站立 对外发射炮火 TVBS新闻 许立凡 华少平丽皮 南投台北 采访报道 上节目宣传716活动 但对于自家涉及的土地争议呢 就不管你怎么讲 不管你怎么讲 他们继续在抹他们 这个现在就是他们的手法 他要把你搞到很累 你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去讲你要讲的事情 你就一天大晚再处理这些泥巴 从停车场到顶家为鉴 黄国昌简单一句抹泥巴带过 不过真的只是抹泥巴 因为现在又有新爆料 这里是黄国昌系纸住处的后院 铁皮围起 看似无意状 不过在地议员张景豪直指示为鉴 而且还是盖在国有山坡地保育区 分别占白云段25平方公尺 秀山段54平方公尺 地级藤本载名山坡地保育区 令透过空照图更清楚 2006年没顶家为鉴 靠西的那一侧也没扩建 但到了2018年长高也长胖 现在国产署也证实说 黄国昌的住家有部分是占有国有土地的 也因此要求黄家必须在一个月内 腾空返还并缴纳违约金 国产署都认定了新北市府要罚吗 尤其侯友宜16号还要跟黄国昌同台 喊公平正义 这下不尴尬吗 一切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 而巧的是716活动前两天 黄家房产又爆争议 爆料的还是跟赖清德关系不错的 信息议员 而且国产署也介入 这是否也是民进党政府刻意要 骚弱游行的正当性 不管是新北市政府或者财政部 我想依法行政是最后的一个基本原则 不好说的用这答案最安全 TVB的新闻洪富华 在战场已经开够多 而自家人也帮忙对外轰 侯友宜的哥哥侯明峰在高雄党部活动上提到 有人说我弟弟是草包 是啊 是草地人好吃的包子 家里的人是我最亲密的 从小看我长大 所以我非常谢谢我们家人的支持 换侯杂音太多 侯友宜现在急需各界送暖 不过原本部分挺侯派中常委 要动员百位中央委员 营造大团结气势 地点还办在党部楼上 但最后因为人数不够多取消 但19号台中将有挺侯大会 全大会前两天 桃园地方军系也将举行 名称为台湾要侯的力挺大会 党主席朱立伦也将亲自出席 我们的团队已经不断的 越来越凝聚所有的力量 我们都会凝聚更多的支持者 团结一心一起往前走 提名后风雨点滴在心头 侯友宜只能在有限时间里 想办法度悠悠之口 提名后风雨点滴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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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上花束双方握手很卖力 邀请了陆生团 由北大前校长好评率队来了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成亲自接机 谢谢大家 出关热情的挥手打招呼 这一次一行37人访台 不仅特别安排陆生团先下飞机 还有三条的专属通道 领域通关 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 两岸中断交流 甚至于到兵凶站委的时刻 第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 大陆大学的代表团来访台湾 所以我想这个对两岸和平 以及这个舒缓 情势紧张 有重大的指标意义 认为这一次为两岸交流 带来非凡意义 为其九天八夜的学术交流 抵台的第一站 先到护国神山 台积电 创新馆 新竹县府送上东方美人茶 陆生团也回赠北大的纪念盘 街里代表这位身材高挑 露出招牌蜜蜜眼笑容 就是桌球奥运金牌得主丁宁成为焦点 现在在北大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 对于企业 包括对于这个晶片的制造 包括整个的过程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中谋博士也讲到 就是创新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创新改变了 这个我们的生活 创新理念很有感 对于两岸学子交流 不只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更想大办台湾美食 哇好像我感觉 一下子就像最好是有很多的味 然后这样可以尝试很多的美食 就是我对于糯米的 或者说是那个麻薯类别的 还有一些糕点类的 可以见到非常多的台湾的当地的特色 以及可以和更多的青年同学一起交流 会为多年的两岸青年交流 正式响起 TVB的新闻同志年轩 桃圆新主采访报道 无论台湾谁当选 八位准总统承诺台湾邦领依旧 而外界关心他8月中宣誓就职 附送蓝星德会不会出席 毕竟是过境美国的最好契机 海出未来五年两国关系只会升级 而他日期会晤蔡总红时 提出自己的国阵愿景 包括五年增加50万就业 以及20万公民融资及国宅 那此次来台我国有承诺八国什么经缘吗 巴拉圭是我国在南美洲最后一个友邦 准外长六月曾表示 与台湾关系不变 但也准备好与北京对话 不排除双边承认 但就看各方买不买单 至于北京凭在中南美洲挖舞友邦 美国此前也紧盯 五周后即将杀认的贝尼亚 美方有无就此事提前结洽 对于选举期间 有巴拉圭人认为应该转而与中方建交 贝尼亚说大部分是来自制造业和牛肉商 目前已努力拓展其他市场 贝尼亚打包票 台拔邦一任内一定稳固 TVBS新闻里亚男流听听才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